我本來還以為林志堅第二章的前七頁沒有抄襲 結果呢 我搞錯了 那前七頁 他還是在抄 他只是沒有在抄逐客的報告 品質月刊的文章 可以說是補足最後一塊整體 林志堅中華大學碩士論文抄襲案的拼圖 整個的抄襲率已經高達94.1% 從品質月刊變成一個叫做沒有品質的論文 我跟大家報告說 林志堅第二章的部分呢 是我唯一看到有七頁沒有抄襲 所以我當時幫他做了一個背書 所以他的第二章前七頁沒有抄襲 結果呢 我有出入 因為當我們把整份的一個 竹科的報告跟林志堅的報告 整個上網之後 就有很多人就開始做比對 那麼我本來還以為林志堅第二章的前七頁沒有抄襲 結果呢 我搞錯了 原來那前七頁他還是在抄他只是沒有在抄逐科的報告 但是他仍然去抄了其他的報告 那在這一塊的他的抄襲拼圖裡面 我們現在找到另外一塊林志堅的抄襲的部分 我想一下就由這個林濤也是我們現在桃園市的議員的一個參選人 由林他來跟大家報告 林志堅第二章的前七頁還是在抄果然抄好抄滿 他到底抄了什麼 由林濤來為大家做報告 謝謝洪威姐喔 為我們找出87.8%的論文 都是抄襲逐科管理局的報告 那我們今天這個品質月康的文章 可以說是補足最後一塊 整體林志堅中華大學碩士論文抄襲案的拼圖喔 我們看到林志堅論文第二章文獻探討的第一節到第四節 幾乎完全複製貼上2005年12月的品質月刊 品質月刊的第41卷第12期 第52月到56月的國家顧客滿意指標之發展與建構 從第二節開始一路抄到最後 好我們看到 待會會一一跟大家來做比對 讓論文內容原本26700個字 由原先的相同的23450個字 加上這一次品質月康的1679字 讓原本侯委員提到的87.8 整個抄襲的比例上升到94.1 超過九成全部都是抄襲 林志堅的論文東抄西檢 現在不僅要面對 竹科管理局的智慧財產權的追討 還必須面對品質月刊跟作者群的侵權抄襲的問題 這不是引用喔 這完全是抄襲的問題 林志堅他的這份論文 也就是中華大學的碩士論文 他的抄襲率已經高達94.1% 整個的抄襲率已經高達94.1%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抄襲啊 從這個品質月刊變成一個叫做沒有品質的論文啊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品質的論文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一份品質月刊國家顧客滿意指標之發展與建構 從第二章開始 國家滿意度的由來 我唸給大家聽 顧客滿意是指顧客需求被滿足的程度 他是將顧客至上的意思具體化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林志堅論文 這個文獻探討第一章 顧客滿意是指顧客需求被滿足的程度 他是將顧客至上連上引號上下引號那個 那個英文的上下引號的思想具體的表現 一模一樣 完完全全照抄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第二章 品質月刊 下一個章節叫做各國顧客滿意指標簡介 第一個是瑞典顧客滿意指標 好我唸給大家聽 1989年由Fernel教授所領導的團隊 建立的瑞典顧客滿意指標 是以瑞典32種規模最大的行業 共130家公司為研究跟分析的對象 那林志堅這個碩士論文第二章寫什麼 瑞典的顧客滿意度指標 1989年由Fernel教授所領導的團隊 所建立的瑞典顧客滿意度指標 是以瑞典32種規模最大的產業 共130家公司做為研究跟分析的對象 一字不漏的照抄 連標點符號 是中文的標點符號 英文的標點符號全部照抄 大家可以仔細再看一下 它下面附的這張圖 圖一瑞典顧客滿意度指標SCSB 長得完全一樣 一模一樣 這張圖其實完全照抄 繼續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簡單跟大家再講一下 美國顧客指標 這個1993年9月 這個 這個你可以看到 ACSI模式的六項潛在變數 延伸出15個觀察變數 在顧客期望方面的觀察變數 包括顧客對品質的整體期待 來我們看到他 ACSI模式包含六項潛在變數 其中ACSI的三項先全因素為顧客期待認知品質跟認知價值 幾乎都是在抄 最後一段抄到最後一段 他只跳過中國大陸這個而已 他只跳過品質管理品質的這個月刊 中國大陸那一篇 他抄到哪裡 他抄到最後歐洲顧客滿意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就不再唸 連這張圖全部照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林志堅昨天開記者會 表達說 他跟竹科管理局的報告是共同協作 那請問 你2008年的碩士論文 難道跟這個2005年的品質月刊也是共同創作嗎 你抄到三年前的文章 難道這一篇品質月刊也是你共同參與的嗎 你要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台大國發所的論文 都已經有學長抄學弟的這種荒謬的事情 那今天又要穿越時空 2008年的文章 跟這個2005年的文章 你又要共同協作嗎 這都是必須要出來講清楚的 那我必須提到 這個引用不可以代表抄襲 如果民進黨要繼續護航 那我們就請問 拿掉這些引用的這些文章 到底林志堅的文章還剩下多少 如果說 我們甚至要說 什麼樣的文章會違反學術論文 就是這個論文根本就不是你的碩士論文 就會違反這一個學術論文 那扣掉94.1個百分點 剩下 就只有5.9個百分點是你自己寫的 這能夠形成一篇完整的碩士論文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求林志堅 不要再去造謠 也不要再去混淆時空的背景 包括我們講到的台大國發所的案子 你怎麼會去告王洪威議員呢 他是揭露真相的人啊 你要告就去告抄襲你的余政煌嘛 你怎麼會告王洪威呢 這實在是非常的荒謬 最後我們要提到這個部分 我們是捍衛學術的倫理跟著作全法 這麼多人辛苦的寫這一篇品質月刊 全部被你抄襲 這個你一定要出來來做負責 那我們看到說最近啊 這兩天啊 民進黨在提到國民黨有所謂毀靈小組啊 我覺得非常可笑 國民黨是出來捍衛著作全法 出來捍衛學術的倫理耶 怎麼會是有什麼毀靈 毀靈小組咧 你要不要講一下 民進黨如果持續在捍衛這一種誠信 跟品格有問題的桃園市的參選 市長參選人的話 那才是寵林小組 我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沒有所謂毀靈小組 我們是在檢驗著作全法跟保護學術的倫理 為大家找真相 如果桃園市長 所有的市民跟參選人 都非常期待我們選出的市長 是一個誠信跟品格沒有問題的人 可是今天 從他的學術論文的內容 處理方式 我們就知道未來在市政經營上面的品格 搞不好也會出現重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為桃園市民來把關 我呼籲民進黨不要再護航這些品格有問題的參選人 組成所謂寵林小組 這對民進黨才是最大的危機